是你平时就比较喜欢嘻哈的那种类型吗? 对啊,其实在2015年,我在跨年的时候就有唱过一个叫YXING的歌 然后那个时候因为这种调节语限制就没有发得出来了 然后现在就发最好的歌 因为今年就嘻哈的歌也蛮火的,关注一些比较新鲜的嘻哈rapper 然后你就想合作的年轻的结果 其实大家做音乐的时候我都觉得非常尊重 因为每一个,我说了,做嘻哈音乐的人他们都有自己的态度跟自己的想法 所以非常尊重这样的人做曲家 到底要关注呢? 最好能做年轻一点的? 嗯,很多啊,就是几乎还蛮想跟国内的编曲人 这些制作人都有合作,一起来做音乐 然后看看能够做一些差距什么新的火花 YXING这次为什么要给自己跟自己起杨这个名字? 是因为自己属羊,或者是大家都算比较小绵羊 对,有这个原因,然后自己本来就是属羊 然后然后,好像很多人对小绵羊这个 不好意思,准备有点干 对于小绵羊这个东西啊,这个宠物啊,这个动物啊 他们有一些误解就是小绵羊这个绵羊是很安定的可能性 其实小绵羊是,对我来说小绵羊是一个可以有野兽个性,野兽性的 我觉得我把我对小绵羊的解释,或者羊的解释,我放在这端端里面去看 你觉得对自己这个定位是什么? 我的定位 你跟羊的关注啊,这个? 这个不是我的定位,大家喜欢说叫我什么样的 但我其实也不是啊,在优惠里面我也蛮转的 那这些比较关注,这样整体之后,会不会有系列实验啊,会有参会的字啊? 就好像没什么 没有 但我都说了嘛,我自然画一个大圆嘛,大家可以期待这个圆画成后是怎样的 那这次的这个事业版图,然后你自己的这条规划是怎样的呢? 我自己的规划就是,我希望是一比一比,但是一盘好像不能够能实现 老是有人跟我说自己要做规划做计划,我不发现计划赶不上变化 对啊 那2017年就是已经播出大半年了,然后对于你就是,说一下你2017年这个事业上,你觉得是怎样的呢? 希望能到2018年,我觉得,我在当下再创辉煌了 因为你比较善诚领导嘛,我们今天有成文说你会增加了一点心情,你叫中国的街舞,就其实有接下风呢? 我不知道,你们一直在谈论 你们一直在谈论? 对,我一直在谈论 对,我一直在谈论 前两天说,你升任的时候,在赛里头还去跳舞来着,就是你的想法吗? 没有,我也想过的,其实我挺想去学校,去母校做的,但还比较可惜的,然后我们工作室的那些小艺术,他们也给了一些加拿的想法,然后就把那个,在赛里头玩那个叫什么,快想跳 还蛮好玩的,蛮有意思的,一开始还挺忐忑的,因为看到人一俊极吧,就觉得还蛮开心的 然后过去跳个舞,还蛮开心的 比如说,我觉得就是大家应该,玩起来,所有的音乐也是像舞蹈一样,不是,玩起来 那如果有人觉得这个舞蹈有不同的声音,你会怎么看到的? 舞蹈有不同的声音 皇上大妈也跳,然后我也跳 也需要一些新鲜的血液,大妈也跳,然后我们也跳,来一起享受音乐,享受舞蹈,享受这个大环境 所以这次这张专辑是你自己的想法吗?因为看着这个,主要操刀都是你自己的 主要操刀是我,制作人是我自己的 男人也是你自己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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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而且还有就是在编剧这一块也是非常,我也是非常重视 编剧这一块下了很多人 如果在编剧写前面就是做轨道做的多的人 如果在编剧前面就是做,melody做的多的人 这大概就是这样 今天那个方语歌你请来了吗? 不是,不是,不是,我真的不知道 所以我非常激动 也非常惊喜,然后也非常觉得,哇,厉害了 你知道吗? 他没有想到他来 没有,没有人告诉我 他们谁录的视频我也不知道 对 对 刚刚海权有说就是,下一张关系当面编剧的作品 厉害对其他的已经有一个多手机的编剧吧 那在编剧上,如果有几件更多张艺兴的工作的话 就能让你去商量几件上的工作 首先当然希望,首先要聊就是这个,呃,这个艺人或者这个前辈他想要的 比方说,宇泉老师,海权前辈他就比较喜欢,呃,掌就和弦 那我就会按照他说的那些和弦 然后我来给他一些我的想法 然后我也会进行我的一些感性 就是我的一些感性上去改编 嗯,他喜欢我就是挺好的 然后他,他喜欢你就是蛮荣幸的 能够跟这样的大前辈合作 然后能够用我的编续 所以蛮荣幸的,谢谢,海权老师,谢谢 谢谢 嗯 他是不是想要有什么歌手 就必须把合作丁面编剧 哦,如果有人找我的话,当然我愿意啊 就是也希望,我能够有很多 旁边有一刻去遇到更多中国的好的音乐人 就是真的编曲的这一点 我想让大家很多,呃,不好的编曲人跟我一起来玩音乐 对 今天看到了很多就是,圈里的好友 就是相关于你的人 而保守黄的家庭有幸福来到现场 那你人缘特别的好 你觉得你是哪一点? 哦 特别温数 我不是大温数 我觉得我人缘好 你一点更好 但是我就是反正对人就是正常的对人 就是如果能加到这朋友 加了加不到就算了 还讲究这个原因的嘛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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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